华联县秀林乡爆发从德阿嬷家族群聚感染 因为三级警戒期间照样喝酒烤肉群聚 导致家族累积13人染疫 匡列亲友99人 至今仍在延烧中 秀林乡长王玫瑰落下狠话表示 将会加强部落巡逻取缔 并强调这次乡内疫情严峻 都是人为群聚造成 不容忽视一个家族的传染 让疫情再度扩大 秀林乡因为爆发家族群聚 近日全乡人人自卫 社区快塞站 急满恐慌 担忧遭染疫的民众 截至到16号为止 已经筛减1360人 17号开始在加设三处社区普塞站 就连最北端的和平村 也预计再另震慑一处 积极导出社区内无症状的感染者 新闻下的文明会也说明 将内防疫的概况 强调中央宣布设立三级警戒之后 立即成立一枚小组 不断透过网络 部落宣传车 找中文以中文 以及母语宣导防疫 加上的涉车清洁广播 部落机端学校消毒 关闭实际处多功能公共产域之外 也深色的部落检测站 我们会也撂下重话 这是人为自己群聚造成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只能尽力弥补 将结合三井巡守队以及派出所 积极加强部落巡守取缔 严办违反群聚等防疫相关规定行为 不得不做这样的巡逻取缔 另外开放道路资工以及民众检举 绝不容许因为似乎一个家庭的传染 让疫情再度扩大 我想我们其实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最重要就是希望能够提醒我们的 防疫措施 因为这个病情的传染 湘民可能不觉得是非常的严重 但是我们透过这么多的事情一直一再的提醒 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遗憾 那其实我们不仅是做了这个 我们还有就是跟我们的亚尼 还有台尼来合作 提供我们乡民那个吃力按捺水的消毒 一直不停的告诉乡民要积极的为自己的周遭环境 能够做一些消毒工作 我想这都是我们一再的强调 这次最主要是因为聚餐烤肉群聚所衍生的 那我们在这方面秀林怎么样来做积极的劝导 那现在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只有就是说 除了要加强我们之前的一些防疫工作宣导 这个是必然的 那还有我们现在就是要结合我们的山井 行手队以及我们的派出所 积极加强我们部落的一个巡逻取缔的 一个违反防疫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这个是一定要的 为什么不得不做 为什么现在已经群聚造成 这个正是人为自己群聚造成的问题 我们不得不做这样的一个巡逻的一个取缔 我们甚至我们还会 就是最近就是我们有招募志工 我们会透过志工不时的宣导 并且或许志工也会因为他们的群聚 进行检举 我们也都开放 为了部落 不要让我们的社区感染 现在虽然只是一个家庭的一个传染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 我们不能再让这个疫情再扩散下来 我们可以表示为了避免民众集中在修营箱卫生所快塞 16号开始上午在崇德多工人集会所 下午则是在修营箱多工人集会所 以及18号在富士村多工人集会所 都设有设置快塞站 风流快塞的民众但故意没有接触时 无症状者没有筛减的必要 也避免遭都造成低的群聚 对此我们可以表示快塞站等防疫地线人员 还包含部落关怀员 远已经向县府争取可施打的疫苗 但却被临时告知 因为没有被中央匡列而不能施打 希望香港单位能够放昏条件 让这9名关怀员能够进宿施打 才能够更加安全与村干事 医疗等人执行部落地线的防疫工作 记得喜欢学校们